2023年的央视反腐专题片中 披露了傅政华与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的特殊关系 2010年至2017年经孙力军积极运作 傅政华先后被提拔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北京市委常委 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副部长等重要职务 傅政华对着央视尽头承认说 确实我对他 孙力军有唯命是从的做法 在政治上 他也是竭尽全力地举荐合作工作 这个在政治上实际上是互相利用